8月8日,据新华社报道称,菲律宾外交部长卡耶塔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盟国家已经与中国就准则,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这是南海行为准则, 磋商历程中的重大突破,有助于东盟国家与中国维持牧林友好关系,将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从南海行为准则,提出到如今正式形成草案,我们已经努力了近20年,这一刻足以载入历史,与此同时,我国最先进的海洋救助船,和专业搜救队伍,已经根据草案安排,赴南沙值班待命, 以便第一时间向南海各国,提供所需的海事救助服务,以及科研、气象等国际公益服务,对此,我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只要排除外来干扰,准则磋商就能加速向前推进,事实证明,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从20世纪90年代,我们提出各式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然而,在美国等于外国家的搞鬼下,过去许多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我们知道,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制定了亚太在平衡战略, 从进入2010年开始,美国就开始利用这一战略遏制中国,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在南海挑逝,南海问题升温,就是从2010年,美国重返亚太开始的, 在过去七年多时间里,美国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不断在南海挑衅中国,而2016年度特尔特政府上任前的六年,阿基诺任期内,菲律宾都扮演哲美,国在南海挑衅中国及先锋的角色, 2016年,美国怂恿菲律宾到海牙非法仲裁庭,仲裁南海的事情发酵,以中国最终不接受仲裁而告终,正所谓时来运转,美国从2010年重返亚太, 2010年6月,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后的六年时间里菲律宾和美国一唱一贺地对中国进行挑衅,在此过程中,中国借机在南海我国岛礁,进行了陆域吹田,结果中国两三年吹田的岛屿比南海所有国家过去几十年吹田的面积还大得多得多,当这一切都干得差不多的时候,菲律宾 新总统任期到了,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新总统杜特尔特比阿基诺三世脑子要清楚得多,所以上任后很快调整南海和外交政策,加强于中国、俄罗斯双边关系,淡化了美国的同盟关系,杜特尔特上任后不断推进中非关系发展,2017年,又是菲律宾市东盟主席国,最终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主持推动下, 中国外交部才说,2017年上半年,中国和东盟国家将完成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草案的磋商,2017年5月,中国与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14次高层会议在贵阳举行,审议并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三个月后,在菲律宾召开的第50届东盟外长,会正式通过了南海行为准则框架, 如今准则已经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尽管美国等一些国家仍然没心不死,不断重提南海军事化等老调,甚至不惜耗费巨大经费和精力, 加强在南海地区的霸道航行,干扰相关国家解决南海问题的努力,但并没有对中国的主权权益造成任何损害和影响,也动摇不了国国在南海防御部署的脚步,更改变不了南海地区国家共建和平南海的历史大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份准则形成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结束东南亚访问之旅时无奈地表示, 地区各国主权都不应受到威胁,美国也不谋求地区支配地位,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也是中国给东盟某些国家合作的机会,只要中国的发展势头不变,无论从军事角度还是经济角度来看,周边国家只会加强和中国的合作,这是实力对比和利益所决定的,南海注定是中国的南海。 太平洋警察终于醒过来了,中国最终笑到了最后。